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上述媒体均表示 无法独立核实这些画面的内容 根据CNN报道 欧洲地中海人权监测组织在网站上发布一张图片 并在随附的声明当中说 以色列军队拘押并且严重地虐待数十名的巴勒斯坦平民 以色列军方对流离失所的人发起了随机和任意的逮捕行动 这些人包括医生 学者 记者和老年人 报道说 相关图片上事发具体的情况和日期少不清楚 但是一些被拘押者的身份得到他们的同事或家人的证实 同样注意到类似画面的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当中说 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一段视频画面似乎显示 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北部拘押了数十名的巴勒斯坦男子 其中一些人被脱得只剩内裤 被拘押者排起了长队 一些人的手似乎被绑在身后 有获释人士表示 他们在被拘留期间遭到殴打 而且无法获得食物和水 以色列军方命令被拘留的男人们只穿内衣到街上 随后用链条将他们绑起来 并在接下来的几天不断地殴打被拘留着 不让他们喝水 获释的艾哈迈德·尼米尔·萨勒曼表示 只要被拘留人员不承认自己是哈马斯成员 就会被打耳光或者是遭到巧踢 他17岁的儿子仍被关押 除此之外 以色列军方还被曝在加沙打砸破坏店铺 以色列军方的发言人说 任何违反道德准则的士兵都将会受到惩罚 以色列国防军反员丹米尔·哈加里表示 以色列国防军在地面机动行动当中 逮捕哈马斯恐怖分子哺虑的照片是正在调查 谁和哈马斯有联系 以色列极右翼的国家权部长伊塔玛尔·本格威尔 希望将以方扣押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关进监狱的地下室 本格威尔指示监狱部门重新打开特拉维夫附近的拉姆拉一座监狱的地下室 该地下室近年来一直未被使用 根据媒体报道 这里可关押约为100人 近日有两家人权组织两家媒体分别发表调查报告和声明 指控以色列在10月13号的一次行动当中蓄意炮击媒体记者 称有证据表明以色列军方知道或者是应该知道他们袭击的对象是平民 这种蓄意针对平民的行为构成战争罪 路透社 法新社及两家人权组织分别发表长篇调查报告 还原事件过程 10月13号 路透社 法新社和半岛电视台的7名记者 聚集在里巴嫩南部的阿勒马沙普村庄的一片空地上 进行以色列和里巴嫩境内武装分子交火的现场报道 该地距离以色列边界约为一公里 相关的图像显示 所有记者都身穿标有Price字样的防弹衣 路透社的车辆的引擎盖上贴有黄色的胶带 标有TV字样 首次炮弹袭击击中了路透社的记者阿普杜拉 他当场死亡 法新社的摄影记者阿西受到重伤 37秒之后 第二波袭击炸毁了半岛电视台的汽车 汽车起火 造成6名记者受伤 人权组织特别强调 没有证据表明记者所在地附近存在着军事目标 该地点也远离以色列和里巴嫩武装分子的交战区域 以色列回应说 记者们当时所在的地方是活跃战区 进入该地区是危险的 以方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根据美国官员透露 以军已经开始向被于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隧道灌注海水 并称这是以军摧毁哈马斯地道行动的一部分 华尔街日报报道 该官员表示哈马斯的隧道系统长约300英里 在开始注水的同时 以色列方面又加装了两台水泵 以补充在11月增加的五台水泵 拜登政府的几名官员对以色列的举动表示担忧 称使用海水不一定有效 还可能会危及加沙地带的淡水供应 根据CNN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被问及以色列开始测试水淹加沙隧道 拜登表示 关于水淹隧道的问题不能随意表态 但是有人断言 非常确定这些隧道里没有人质 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但是每一个平民的死亡都绝对是一场悲剧 另外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消息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投入 以色列军队正在加沙地带深入地下行动 加兰特表示 以军除了在加沙地带的地面上展开军事行动之外 同时也在该地区的地下开展搜寻工作 寻找哈马斯的掩体 作战室 通讯中心 弹药库和会议室等设施 根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的筹款活动上表示 以色列总理内塔米亚胡应该改换他的极有益政府 拜登指出 随着以色列对加沙走廊打规模的无区别轰炸 以色列开始丧失国际社会的支持 以色列被反击哈马斯10月7号发动的血腥屠杀 而发动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两月有余 根据巴勒斯坦当局的数据 已经造成了至少18000人死亡 在这块拥有230万人口的狭窄碑地 引发了空前的人道灾难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拜登表示 与美国的愿望完全相反 以色列政府根本不接受以色列巴勒斯坦两国的共存方案 因此拜登认为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极端的政府 拜登承诺对以色列的援助将会一直持续到击溃哈马斯为止 但是拜登也警告公众舆论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路透社提到拜登没有详细说明他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 但是在最近几周 分歧出现在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和对待巴勒斯坦平民等问题上 拜登因为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报复行动而饱受批评 华盛顿邮报与多家国际组织公布调查结果 证实以军在冲突初期袭击黎巴嫩以色列边界的时候 使用了美国制造的白领弹 白宫队以色列军队使用白领弹表示担忧 多个国际组织以敦促美国国会应当重新的评估 美国每年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对以色列的军援 根据香港文汇报的报道 在今年10月16号 以色列军方袭击了黎巴嫩南部的边境村庄德拉 造成了至少4间房屋被毁 9人受伤 一名记者在预袭现场发现了3块155毫米的炮弹碎片 通过翻查炮弹碎片的生产代码确认其与美制弹药分类命名法匹配 依照炮弹标记和颜色 可以判断它们分别是1989年和1992年 在路易斯安纳州和阿根色州制造的M825白领烟雾弹 M825烟雾弹是由榴弹炮发射 在战场上可以向友军发出讯号 标记敌方目标制造白烟引逆士兵等 根据了解M825烟雾弹并不适合当作燃烧型武器 尤其考虑到白领在空气当中的自然性 这款炮弹可以对平民造成严重的威胁 事发当天的照片显示 白领弹在德拉的上空爆炸 白领很快笼罩整个村庄 随后以色列军方持续用白领弹攻击数个小时 居民们被困在家中 直到第二天的凌晨才能逃脱 以色列军方没有承认指控 声称用白领弹是为了制造烟护 并非是瞄准平民或者是故意制造火灾 对此白宫的国家军委员会发言人科比说 美方就以军疑似使用美制白领弹攻击平民感到担休 国防部的发言人莱德说 美方在西线的冲突当中没有向乙方提供白领弹 国防部还在核实相关武器是否是来自美军的库存 美方会继续向乙方传达减少平民伤害的重要性 自本轮半夜冲突开始之后 以军多次被指控对里巴顿边境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当中使用白领弹 土耳其安纳多鲁通讯社的消息呢 说在10月11号 以色列方面向加沙地带的港口地区投掷了多枚白领弹 导致数百名巴德斯坦人窒息 同一天巴德斯坦的外交部也在推特上发文 指责以色列在攻袭加沙期间使用白领弹 导致了伤亡和道路的损坏 致使救护车和民房车辆无法赶到现场 华盛顿邮报援引国际人权机构的数据说 在过去两个月 以色列在里巴顿边境地区使用了60多次的白领弹 里巴顿总理纳吉布米卡提在12月2号曾经表示 以色列使用的带药除了损坏数千颗橄榄树之外 还造成了平民的死亡 对超过500万平方米的森林和农田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